大家好,以后像这种实量蔬菜,茄子豆角,你就像我这样做,保证你学会了一天三顿吃,顿顿都吃不腻。 我家已经连着吃一周了,大人孩子也都爱吃,一起来学习一下吧,回头给家里人露一手。 首先,我们先把洗净的长豆角给它切成这样的长段,切好后先放在盆中备用。 下面我们来准备一根长茄子,对半切开,再切成四半。 四半变成八半以后,这时候咱们把茄子再给它切成和豆角一样长度的段。 切好也放在盆中,为了防止茄子氧化变黑,我们往里面加入一些清水,把茄子给它泡上。 正好家里还剩下一把蒜苔,也给它切成长段,和豆角放在一起。 现在来准备二两猪肉,切成肉丝,这样有菜有肉,浑素搭配,吃着才香,才下饭。 接下来开始操作,锅中倒油,油热以后下入豆角,豆角不需要焯水,也不需要过油,这样直接炒出来的豆角营养不流失,而且吃着也香。 由于豆角不容易入味,炒的过程可以放一勺盐,提前入个底味。 直到将豆角炒成这样护皮状以后,出锅。 紧跟着,再把切好的茄子下锅,煸炒一下,大约需要一分钟左右,时间也不需要太长了。 大家看一下,我们炒成这样,粘了粘粘的,以后就可以出锅了,和豆角放在一起。 重新起锅,留底油,下入肉丝,煸炒至炖生。 等肉丝断生以后,加入葱蒜末,还有料酒去腥。 然后,我们用大火快速的翻炒,直到肉丝完全的变色发白,爆出香味以后,我们再将豆角,茄子也倒进来。 这时候,简单的翻炒几下,炒匀以后,咱们来调味。 调味放盐,还有半勺鸡精,还有就是生抽。 最后,我们再用大火爆炒30秒,炒至调料化开,闻到香味了,就可以出锅了。 亲爱的家人们,不知不觉的,我已经默默地分享了上千道美食教程了,目前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,这个视频就辛苦大家帮忙点一个吧,非常感谢。 我们这样炒的豆角茄子不仅鲜香美味,关键是非常的下饭,有菜还有肉,营养也很全面。 天太热了,多吃豆角也能增进食欲,开胃,健脾,消食。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